大家好大家好 港股銳不可黨 一直都想著要煞停 誰知道不單止沒有煞停 還要大成交 就取多一支大洋竹上去 靠近三萬點 成交破紀錄了 去到三千億樓上 之前都說了 現在那個二千億成交 變成一個底線 三千億成交其實都指日可待 問題就是說 這個高成交可以維持到幾長的時間 因為這件事很關乎三百八個股價 記不記得找 市場都是靠北水一路帶上去 北水一些制裁股 你股一股,我買兩股 很多人的疑問 或者心裡的問題就是 北水什麼時候買完呢? 什麼時候停止呢? 真的沒辦法回答你 因為在港股的歷史裡面 北水在一些大股裡面 這麼集體性買入 其實是第一次見的 以往來說 都是一隻半隻股 這樣炒上去 這次就是大範圍一點 那麼 那個資金量究竟有多少呢? 答不到的 唯有就是順著勢做 那麼 三萬點也都好像很輕易 這樣碰一碰 雖然這個位置 就自然有些獲利回套壓力 但是 在北水還未死心的情況之下 我想 市場仍然有得升 可能去到三萬零四 那些這樣的位置 才叫做停止 那麼另一個 就是會不會 那些北水殺停最主要 就是解鈴還需 解鈴人 北水買入 就是因為美國制裁 那麼 拜登上了一場之後 這些制裁令 會不會取消 或者是反過來做呢? 那麼 令北水 就縮一縮手 就不用買那麼多 那麼這些事情都要留意 那麼 所以拜登上台的話 美國就覺得是可能 是美股的一個轉彎 那麼對港股來說 就可能都是另一個 改變的機會 因為之前都是在炒制裁 那麼現在沒有制裁的話 那些北水會不會停了呢? 那麼這方面要留意 那麼但短線來說 我想港股的動力都強 那些成交都是大的 那麼再夾高一點點的目標價 去到三萬零四百點這個位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